各位好 接下來要為您介紹的是 英才王在班級管理有關任務指派的部分 我們可以當您進到英才王之後 在班級管理有第三個選項 任務指派 我們把它點進去 進到任務指派以後 這裡有四個選項 包含指派任務、任務進度、任務維護、共享任務等 我們先從指派任務 指派任務的選項 其實在英才王的指派任務有幾個可以選 第一個是知識結構的學習 第二個是縱觀診斷測驗 第三個單元診斷測驗 第四個基本學歷模擬測驗 我們現在以自然科的知識結構的學習 來做個示範 好 我們現在選知識結構的學習 那我們這裡可以輸入你所要的任務 好那我們就選自然 自然 自然 測試 好 那我們這裡呢 打完你的名稱之後呢 你要看你要派給哪一班 好 我們這裡的選4個選5.11班 那進來之後呢 這裡有包含說什麼時候要開始你是可以設的 好像你要派什麼時候在派任務 或是你不要設限也是可以的 或是還有限定什麼時候要做完 你不要設限都可以 那這裡呢 影響任務也可以選擇是否為共享的任務 那我們這裡先預設是不分享 緊接的 最重要的是 既然是知識結構的學習 我們就這裡以自然科 好 自然科進來之後呢 這時候你有4個選項可以選 你可以從教材內容型目來挑 或者是目前學生所使用 或者是你所使用任教的版本 那我也以南一版來示範 好 南一版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選擇學生所在的年級 那我們就一樣選5年級 5年級 南一版第一單元呢 是太陽的部分 那進來太陽呢 相關的單元的學習內容就這麼多 那我們先選第一個 1113A的能力指標 點下去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113A 包含了這123的知識節點 那這是我們希望給學生看的 可能從113A01 記錄太陽在天空的位置 好 還有呢 方位及楊角 我們就按加入 那加入之後可以看到指 指節點的結構呢 你有兩個可以拍 一個是影片跟練習題 還有學習文卷 我們就選擇前面兩個 就派給學生 那你也可以加入兩個 你可以試試看你教學的那種 希望給學生看到什麼 如果不要呢 就把它按1處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點完成 OK 好 我們這個任務 就已經派出去了 OK 那這樣派出去之後 我們就完成了一次的 知識結構的學習的任務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還可以透過單元診斷 一樣我們先到那個 指派任務的選項 我們第二示範叫做 如何拍一個單元診斷測驗 我們選這個 好 單元診斷測驗 一樣 進到單元診斷測驗的時候呢 這個使用呢 主要是你這個單元已經上完了 你是要拍一張考試券 好 這個單元的測試券 給學生來做練習 那一樣我們就用單元診斷的測驗 好 先命名 一樣 選好你的任務名稱之後呢 再看人家派給哪個班級 你也可以派多個班級 或個個別學生都可以 他們一樣以5.11完全體來示範 那前面就跟剛才那個 就是結構學習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在這裡 我們建議任務的類型 因為剛才是單元的診斷測驗 那你可以選擇 目前所在的學年度是哪一個 108 一樣以自然科為例 好 點完自然科之後 再你可以選版本 我們看是藍一版 直接的我們就要用藍一版來做測試 藍一版呢 我們是選用五年級 然後就五年級來測試 五年級進來 OK 好 我們要第一單元 可以看到 第一單元在這裡 它就是以整個單元的方式 來排出圈子 所以可以看到第一單元 太陽有熱三張圈子 好 那這是另外的 我們就把它加入 OK 加入之後呢 就會20體的診斷測驗 好 那一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樣我們就已經完成一個 派一個自然的單元診斷測驗 好 除了前面的知識結構的學習 還有單元診斷測驗 銀採網還有第三個任務可以做指派 我們就叫做縱冠師的診斷測驗 好 那縱冠師的診斷測驗跟單元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縱冠師它是可以跨年段去找到 從學生可能六年級 如果他不懂的 他就往下追到五 追到四 然後去找到他原子不懂的地方 來幫助他學習 那怎樣派呢 一樣 從縱冠師的診斷測驗 我們選這個選項 那我們先輸入任務的名稱 好 好 一樣好 我們名稱命好之後呢 你要選擇你要給的班級是哪個 你要選5.11班來做測試 好 那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建立任務類型 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全測 一個是視性審體 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全測跟視性審體的不同 因為我們的英才網的節點 他是透過游下道上建立起來的 如果 當學生從他不懂的 我們往下測驗 遇到他懂了 那 他應該就可以停止不需要測驗 這樣子的選題方式 就是用智慧式的視性審體的方式 你如果不選這個用全測的話 就是讓索爾提供出來測驗學生 所以我們這裡就選視性審體 那一樣是自然科 好 自然科呢 進來之後 我們要選 南一班 南一班呢 我們一樣選五連級 剛才的太陽這個單元 太陽這個單元呢 會出現 剛剛的單元診斷的是 沒有辦法選能力指標的 可是當縱觀師的時候 因為他是以能力指標方式去追 追學生追不懂 所以當我們選進來之後 就會出現能力指標 我們以這個1113A來看 好 我們選擇這個能力指標 加入之後 下面有一個中指年級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他會去抓這個1113A的能力指標上 你也跟下面各連了哪些的知識界定 那往下追到一年級他才選 如果他這裡有錯 他就往下追 好 比如說 五年級有錯 就追三四連擊 或者是在追一二連擊 我們中指可以選到一 你也可以選到三 就看你要中指年級在哪裡 那我這裡就先 預設就選到 選到三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就完成 OK 那我這樣子 重慣師的任務 就拍出去給學生了 好 從剛才到現在呢 我們拍了三個任務 一個是知識結構的學習 另外一個是 單元師的診斷 以及重慣師的診斷 那接下來跟大家做分享是 任務拍出去的時候 如何進行修改 好 還有做刪除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任務 尾務的部分 我們大家點進來 好 點進來就是剛才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拍給五年 11班的 包含知識結構 然後這裡呢 就是單元師的診斷 還有重慣師的診斷 那怎麼做呢 如果你要修改 你可以按這裡修改 OK 包含你可以修改 好 哪個班級 或是名稱 你可以做修改 完成的時間點點 可是遠短的內容 就沒有辦法修改了 這裡修改是這些的 這個部分 好 好 那我們就按 取消 好 這是可以修改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說 這個可能拍錯 我不要了 就按刪除 是否刪除此任務 確定 OK 剛才那個任務 就刪掉了 好 同樣的我們來看 單元師怎麼修改 按修改 按修改進來 一樣 就包含 任務的這個 名稱 或是對象 這都可以 都可以做 做修改的 OK 好 那我們 一樣先按取消 如果你不要 一樣可以按刪除 好 那我們一樣先把它刪 刪除掉 對 那以及 綜貫式的修改 跟刪除 可以看到跟剛才單元式的 也是一樣的 OK 好 如果你按的話 它會做更新 修改 做更新 那你不要呢 按刪除 刪除 刪除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剛才有測試的 在班級管理任務指派的 可以派三種任務 以及任務維護的時候 如何做修改 以及刪除任務 那再來第三 第三個部分呢 教大家來看一下 如何看到任務進度 好 一樣在班級管理的這個選項 任務指派 或者是我們剛才已經進來的 第二個 任務進度 任務進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你派任務出去之後呢 你想要看到 學生回答的情形 或做的情形呢 一點任務進度 那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先測試 比如說我先選 物面式一班 我們這邊 我之前所派一個 學生的任務 可以讓他做學習 然後再選擇一個任務 給大家看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 班級學習的狀態 就是學生的 打體的情形呢 好 進來之後 包含學生的 打體的這個情形 有需要補救的 好 那還有呢 就是他的 知識節點的狀態表 OK 或是學生的 經手 可以看到學生的 答對答錯的情形 好 那 除此以外呢 在任務的 進度 剛才我們的任務了 可以看到影片瀏覽報告 影片瀏覽報告 可以看到學生 他 如果他做錯 有沒有他看到 他做錯幾個 做對幾個 也可以看得出來 好 好 那還有包含的 他是我看影片的 簡合的情形 好 這可以看得到的 好 所以呢 綜合以上 我們可以透過 班級管理的方式 去進行任務的指派 拍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進行任務的修改 跟刪除 以及透過任務進度 來找到學生答題的情形 還有去看學生的 影片瀏覽的報表 以上呢 是針對任務指派的部分 進行介紹 謝謝